我们一直认为对于学校教育来说 学生当然是我们教育的主体 它也是整个我们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主体 疫情对我们的整个教学呀 还有我们的科奥活动呀等等都有一些影响 但是在下半年呢 我们学校在这个疫情消退的这一段时间里头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也有很多的想法 我们邀请了九个区县的特殊教育学校的运动员 来参与到这个活动中 所以这个比赛呢 为期两天项目设置的比较多 我们运动员参与度也非常的高 这个活动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恢复 和这个疫情之后呢 我们恢复你的和振兴教育做出的一个 应该说第一个大的工作 这个在这个特殊邀请赛中呢 我们也邀请了西安体育学院 大学南路小学 包括西安文理学院 还有西安学前示范学院的大学生 小学生来参与到这个活动中 所以它起到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效果 我们在学校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了 同学们通过参与特奥活动 变得更加坚强自信懂事了 通过参与特奥 我认识了很多朋友 提高了我自己的社交能力 让我变得自信坚强 其他同学呢 还没有加入进来的同学呢 也积极性很高 所以说整个学校的运动氛围 非常的活跃 孩子们的体制得到了提高 融合活动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互相了解 互相关心的平台 让我们能够和正常人一样 受人尊重快乐生活 作为特奥东亚区的区域性时 我有责任去宣传特奥 要发挥担当精神 通过宣传宣讲等不同 提到的方式 作为特奥如何发展 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那么我觉得 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说 或者说作为 特殊教育工作者来说 那么我们的主要的目标呢 我们就是挖掘我们智障学生的潜能 然后发挥他们的优势 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好的就是 陪伴他们成长 让我们的学生呢 能够成长为一个积极乐观 然后富含正能量这样一个 更好的 能做到他更好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每个 特殊教育工作者的一个最大的责任和目标 那么在新的 接下来的我们这个融合活动的方面呢 我想我们还是遵照这样一个原则和宗旨 感谢观看